一个多月时间,印度20名士兵被杀 5月3号、4号这两天又有8名士兵被杀 这让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指责印度不应该这么干 印度高级军官朱尼亚德汉对媒体描述了8名印度士兵死亡的细节 5月3号,印度军队针对一群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中 有5名士兵被对方杀死,包括一名高级军官 发生冲突的地方是在克什米尔北部森林地区 5月4号,武装分子袭击了克什米尔北部印度中央预备警察部队的驻地 有两人当场死亡,一名在运送医院的途中死亡 还有一名重伤者正在治疗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的蔓延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对各自实控地区进行了封锁 但是封锁行动并没有减少敌对行为 反而是印度军队受到了刺激 疯狂对克什米尔武装分子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 仅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 印度军方至少有20名士兵被杀死 印度也宣称他们杀死了对方22人 这是印度军队自2019年2月被武装分子一次袭击行动 杀死40名印度准军事人员以来最大的损失 当前,有媒体称 印度在克什米尔已经聚集了90万军警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局势依旧混乱 自2019年8月以来,印度取消克什米尔自治 并不断在该地区诉诸武力,引发全球指责 不过有意思的是,为了拉拢印度 将印度培养成自己的棋子 一向标榜道德的美国高层及美军 这次集体失声,放纵印度的暴力行为 不过在美军观察人士以及普通美国人眼中 不少人认为这次印度做得太过分,不应该这么干 有美国军事观察人士指出 自去年8月份以来,印度90万士兵在控制着克什米尔人 这个地区完全被封锁,这是囚禁行为 印度军队应该走开,还这里和平 也有不怀好意的美国人给印度出馊主意 反正印度人多,让印度内地的人购买克什米尔的土地 很快这块土地就全部是印度人了 见识拿下来也就轻松了 不管印巴在克什米尔是否战争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 印巴两国问题是出在放不下这块土地 但是根源是万恶的殖民者英国人 1947年,英国失去殖民统治权的时候 故意留下克什米尔问题 让印巴斗得死去活来 让本来就不富裕的两国 每年都在该地区毁掉大量财富